非果面包是很健康的一种面包,从材料上就可以看出它是低糖,无油的,所以,喜欢吃甜面包的人,建议你换吃别种的,QQ的非果面包的做法步骤,一,先将酵母放进温水中,水温最好在28度左右,即使你将手伸入,只能感觉不冰,但绝对不到烫,如果你能感到烫,那酵母也就死了,待到溶解后,再将面放入,二,开始吃大劲地揉吧,我花了30分钟, 力气小的人可能花的时间要尝洗,揉到表面光滑,不沾手也不沾板时,即可开始第一次发酵了,三,第一次发酵结束,我眼戳得太多了,哈哈,哦,四,分割,滚圆,并开始中间写发,约十分钟,可以看出我的面团大小不一样,朋友们可别像我似的,尽量还是称一下重量,我是懒汉,所以不爱搞那些繁琐的事情,五,这已经是第二次发酵结束了, 之后便是将面团放入糖水中煮个30秒,六,煮过水的面团,看起来水灵灵的适不,开始烤吧,180度,20分钟,七,成功,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好,在面粉中添加黑值吗,或是在表面上放一些,我的被果是黄色的,那是因为在烤晕10分钟左右,我拿出来刷了蛋液,不然颜色比较淡,八,我觉得 有必要告诉大家我的烤箱有多大,所以发了这张,看起来真的很小对吧,大型吐司都没法子烤,所以有兴趣搞烘焙的朋友,千万要买我这个大的烤箱哦,不然会后悔的,瞧瞧我们, 被果的另一吃法,因为它本身无油少糖,所以单吃会觉得没什么特色,建议你中侧面一破为二,可以中间加上任何你喜欢的酱类,或是放上生菜,火腿长等做成被果三明治,味道也相当不错了呢。